本週漏網東西軍角逐的選項是 馬戲團破產 vs BLM行銷 經過24小時次級票選之後 BLM行銷是獲得53%的票數 我先來簡單提一下主新聞 自從美國5月底發生弗洛伊德事件之後 全美就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 示威潮 現在只要涉及膚色 種族的意義 就非常的敏感 不過最近知名品牌Kelvin Klein 就找來一名非裔跨性別大尺碼的模特兒 來拍攝巨幅的廣告 貼在紐約的街頭就引發了眾人的討論 有人就批評這個模特兒的外貌 跟大家普遍認為這個美差很大 認為這個CK只是在追求政治正確 非常的滑頭 到底這位模特兒是什麼樣的來頭 動眼幫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Kelvin Klein他在6月驕傲月的時候 不只找了這位女模 他更找了9位LGBT的 9個都是LGBT 9個都是LGBT的模特兒 好啦 絕對 因為他就要慶祝 LGBT的模特兒啊 對啊 好吧好吧好吧 所以特地找這樣 推廣 那他其實今年29歲的這位飛玉女模叫做 Jari Jones 他其實出生的時候是男兒生 他知道在12歲的時候開始陸續進行一些變性的手術 那到成年19歲的時候完全變成女性 那他目前的體重是大概是90公斤 身高172公分 他參與拍這樣子的拍攝 其實算是一個大尺碼的模特兒 那演員這樣子 那其實他參與這個拍攝以後 就開始引來很多的批評 說很多人覺得他不夠美啊 只是因為他的身份啊 因為畢竟他就是小數族裔嘛 然後又是跨性別 然後而且他的伴侶剛好也是另外一位跨性別的 跨性別的女生 所以他等於又是同性戀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他只是因為他非常非常非常正直正確才得到這個代言 不過我之前有講 正直正確還差一個 他不是穆斯林 妳覺得妳的標準來講還差一個 對 我覺得這樣就是又更正直 更多元 不過其實Jari對於這次 這次他可以登上這麼大版面很開心 他還在Instagram上面發文說 大師馬的黑人跨性別女生 我們正在俯瞰整個紐約 那因為其實他過去一路走來 都一直有被 因為身材啊等等的 被嫌醜啊 或是遭到妖魔化啊 或是被詛咒啊 還甚至被人家威脅說要殺害他 對 所以他其實這次他可以 有這個機會可以去真實的展現 他的這個美 他覺得是一種榮耀嘛 對 可是聽說這不是第一次CK 因為這個Motor引發這個話題 以前也有過類似的例子對不對 所以CK本來就是很會 炒作話題 對他們來講就是要公開 不管這裡面的討論是怎麼樣 那其實之前 其實在去年8月的時候 他們就曾經跟一個 美果饒舌歌手合作 那時候這個饒舌歌手 也是出來拍大尺碼的內衣 那時候就引起了 也是一些人的抗議 就是說他這個呈現出來 是有一點不健康的 病態的肥胖 那就說這樣反而CK是在推廣 這種不健康的形象 不過這個饒舌歌手 他就出來解釋說 你們誤會了 因為真實的情況其實是 我在青春期的時候 就患了多囊性的卵巢 綜合症 那這個症狀就是因為 會影響到內分泌 所以會影響到自己的體型 所以他說他其實 他願意出來 也是因為想要呢 為了遭受到這樣子困擾的女性 因為很多的歐美女性 都有這樣的問題嘛 他是出來為她們 勇敢的發聲 就有引起了一個這樣的討論 所以其實背後 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講 OK 好 其實我們之前 我們大家在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們就講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肥胖這個事情 我們就發現其實在 就是講Fat 就是You are fat 這件事情 在美國跟台灣其實這個 這狀況其實是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對 在美國也是不能說 You are fat 那還得了 對 你們被打 可是我們那個英文課本 第一課就是什麼 Tow Short 對 都不可以 You are so short 不可以 這個都不可以 都不可以 因為你形容一個人的形狀 就是那個外貌 可是我們台灣其實常常 跟人家打招呼會講說 你最近是不是比較胖了一點 那當然可能 打死你 打死你 不可以 而且台灣很多媽媽 很愛管到別人小孩 是胖不胖的 就是會認為說 吃太多 不管太多 或者吃太少 吃太多 沒有 他會是叫你 你怎麼吃這麼少 你怎麼變這麼胖 對對對 注意健康的關係 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腰圍 那醫生總可以講了吧 我覺得這個也不行 在美國 醫生也不能講 所以我是覺得在美國 這個狀況其實已經有點 走到一個政治正確 非常極端 因為如果我真的覺得 你胖到可能有點不健康 我能不能建議你 所以回到是這個廣告 會引起爭議 還是因為他在美國 如果他今天在台灣 你覺得在台灣不會嗎 不會被罵爆 不會被罵 今天在台灣 你這樣子一個媽媽 基本上台灣就不會 用這個媽媽 不是 我覺得罵法不一樣 因為這個被罵法 就是說 他就是因為政治正確 怎麼樣怎麼樣 他很故意這樣子 但是在台灣罵法 就直接人生公平 說很醜 很胖這樣 OK 我們今天在台灣就這樣子 那我覺得還是 買美國那樣好了 好了 姑且不論這個CK 是不是追求政治正確 但是這個Jari Jones的廣告 會引發這麼激烈的辯論 也顯示大家被這個 傳統主流的審美觀 綁架太久了 那覺得模特兒 就一定要很骨感 外加這個九頭身 其實美不美 本來就沒有標準的答案 懂得欣賞 還要包容彼此的差異 才是健康的社會 好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幫我們在臉書 按讚跟分享出去 或是在YouTube 來訂閱我們的頻道 如果想看更多的 國內外新聞的話 請你搜尋這個 上YouTube搜尋 懷孕新聞 好啦 那我們大家下週 Yeah 掰掰 欸上週五 我們這個 我們算是 邪手大集嗎 這樣子 然後就決定去哪裡 Gay Bar 對 而且有宗翰 宗翰帶路 熟門熟的呀 我們去哪裡都是VIP 而且每一間店 一進去就說 宗翰你來了 你用什麼飯的 對 我是用醬子 是這裡嗎 是這裡嗎 沒有我覺得我們 我看到他還有醬欸 沒有 不要亂醬 其實我們是一個 很健康的旅行團 我們人家開門第一個進去 因為我們太健康了 還在喝Red Bull 對對對 我現在好怕睡著 然後還有人在吃飯糰 喝豆漿 先補充體力之後才進去 讓大家去體驗一下 台灣的多幽默化 聽說原本是一個跳舞吧 然後應該原本還有表演 但是要晚一點跳舞表演 然後你也要看到 現在阿姨在上面這樣 看 我們就跳得超開心 開著跳 我覺得我們現在還有很厲害的人 上來去跳一些很新的 拜託他們不是 他們說我不要我不要 然後一被推上去就 超強 連蘿蔔頭都做的地板動作 超可愛 而且他的臉跌倒 然後假裝是地板動作 他超好笑的 最大的重點是 連到肥巴 就是還有粉絲來跟范姐很強 對 表示大家真的都有在看國際新聞 我就是去這個 GayBot循璇家 循璇 好笑 GayBot循璇